送给大家 小时候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购物车清单 这一次呢我们直接来做一个开箱吧 那就是这个特伦苏的世界杯限量点藏礼盒 喜欢踢足球还有看球赛的朋友们 应该都很关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吧 然后特伦苏呢还是今年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很用心在设计礼盒了 你们快看外观就非常有质感 打开看一下吧 它是竖着打开的 整整齐齐的一盘牛奶好像一个小卖铺 里面是特伦苏的沙漠有机奶 来自内蒙古的乌兰布河的奶 很浓厚很纯粹的味道 好香浓的奶味啊 牛奶这边分的四个区域 应该是和四个小组相对应的 奶的瓶子也是不一样的图案 是这次世界杯参赛球队的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草 我拿的这一瓶是卡特兰 这个盒子这一边真是一个足球场 感觉可以玩桌上足球的小游戏了 用这个来浇一浇足球的规则也很不错 这边还有啊 它是双面的 这还有一本书叫做更好之书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书皮是那种仿布质感 这儿有一个信封世界杯珍藏版游者 里面是特伦苏联和中国邮政出的世界杯纪念版邮票 上面都是每个国家代表的牧草 这些邮票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也可以收藏起来 很有纪念意义 我记得小时候很流行收集邮票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本书上面有什么 这是世界杯在世安排 好有仪式感 哇 它还记录了以前世界杯的一些精彩时刻 很适合收藏 里面还有各个国家对应的草 以及他们的精神 各个国家对应的草 现在来看一下 我刚刚拿的那一瓶图案上面 是什么意思吧 找老半天找到了 代表我手上刚刚藏的这一瓶的 坚定不移 这是来自哥斯达里加丛林的卡特兰 远眺着加勒比海的波涛 在神秘的哥斯达里加大地上 曾见证为荣誉亮剑冲锋的中北美猛将 纳瓦斯万乔普鲁伊斯自领里 没有后退 目标只有对手的球门 在这片土地上 歧而不舍 以写尽一身的履历 真的是很鼓鼓人心的一个寓意 正好上次买的画笔还没用 我们来画一下这上面的牧草吧 签上我的名字 完成了 拍张照片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小红书的朋友们 记得跟我一起晒出你们的特伦苏典藏礼盒 然后这三张照片和这个画都可以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小红书